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挨了美国两颗原子弹 更重要的是苏联对日宣战 其实早在日本偷袭美国珍珠岗以前 日本和苏联就在远东地区发生了一场战争 此战日本被打得失衡遍掩 全部伤亡高达54000人 自此一战日本再也不敢招惹苏联 也打消了日本高层北进的计划 转而南下对美国发起了进攻 这场日本和苏联发生的战争就是诺门坎战役 那么这场战役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1931年日本发起918事变 并占领中国东北地区 日军认为只要成功占领诺门坎 就能以此为跳板入侵苏联 然后与西边的希特勒联手夹击苏联 于是从1939年4月25日开始 日本关东军就源源不断地 在诺门坎地区对盟军进行挑衅 而苏联也根据与外蒙古签订的 苏盟两国互助条约 介入了此战事 由于诺门坎地区是一片平原 非常适合大规模的装甲作战 而苏联的朱可夫元帅 不仅曾经在中国战场考察过 日军的作战模式 而且还很熟悉装甲作战 于是斯大林火速命令朱可夫 前往苏联驻蒙司令部 当朱可夫听完前线战况汇报后才发现 当时的情况并不容乐观 首先是相关的将领 对这次边境冲突的重视度不够 就连日本的真正意图都不是很清楚 其次是兵源严重不足 苏联驻扎在诺门坎附近的军队 只有2000多人 更严重的是军队里连一个指挥所和飞机降落场都没有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开战 指挥所发布的所有命令 根本没有办法传达到前线 随即朱可夫就对诺门坎地区的情况 进行了了解和梳理 并立即下达了两道命令 一是向莫斯科请求兵力增援 二是将军部指挥所建立到距离前线很近的位置 虽然这样很危险 但是更便于指挥作战 在苏联这边紧急备战的同时 日本关东军也在积极地抽调兵力 6月20日日军的第23师团的2万多人侵查而出 同时出动的还有作为战略预备队的 第7师团主力的7000余人 不仅如此 日军的航空兵主力也全部飞抵去诺门坎最近的海拉尔机场 关东军为了赢得诺门坎战役的胜利 可谓是下了血本 到了1939年6月26日晚 日军之边开始行动 随着日军指挥官小松原师团长的一声令下 日军的137架战机全部出动 对蒙古国境内的苏联空军基地 展开了突然袭击 就这样 苏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被日军击落战机99架 炸毁地面飞机24架 关东军也由此夺取了当地的制空权 可这个捷报传给东京后 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嘉奖 反而还遭到了一顿训斥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日本空袭已经深入蒙古国境内100多公里 由于深度越近空袭 日军贪心越近空袭会导致日苏之间的战争升级 进而影响日本全局的战事 当时日本深陷侵华战争的泥潭 先后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超过100万人的兵力 可期盼中的胜利却迟迟没有到来 所以兵力不足的日军 立即命令诺门坎附近的小松原部队停止扩大冲突 可接到命令后的小松原 却迟迟不愿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随即他决定先斩后奏 用一场大胜利说服参谋部 并且还偷偷地将日本关东军唯一的一个坦克师团 从日本本土调到了诺门坎战场 到了1939年7月20日晚上 日军的第二十三师团利用晚上将大批兵力和坦克偷渡过哈拉哈河 并准备用迂回包抄的战术切断了河东苏蒙联军的退路 企图一举歼灭苏蒙联军 就在此时河对岸的苏蒙联军仅有一千多人 两军刚一交战 苏蒙联军就被打得节节败退 诸葛夫心里很清楚日军一旦在这里站稳脚步 势必将会对苏蒙联军造成极为不利的局面 但此时的苏联援军还没有到来 诸葛夫只能在与日军拉锯战中尽量的拖延时间 而日军在抢占先机之后 小松原就命令第二十三师团不断增兵 就这样日军的路兵坦克持续渡过哈拉哈河 他们一路声势浩荡的占领了一个又一个阵地 眼看苏蒙军队就要顶不住了 可此时的诸葛夫却丝毫没有慌乱的真情 因为他早早的就侦查过附近的地形 他发现日军攻打的那一带全都是开阔地 非常有利于飞机和战车作战 可以说只要日军进入了那个地区 军队就相当于全部暴露在了苏军的坦克和装甲炮的面前 所以对诸葛夫来说 他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等待援军的到来 1939年7月10日 期盼已久的苏军的援军终于快马赶到 诸葛夫立即组织了150辆坦克 154辆装甲车 90名大炮和全部飞机以及其他部队 分三路向日军进攻 并且诸葛夫下令空军炸毁日军 在哈拉哈河上临时建造的浮桥 达到切断日军退路的目的 他同时迅速调集部队 让第11坦克旅作为主力 从正面对日军进行反击 一场苏日之间的坦克大战 就此拉开了帷幕 日军这边投入的是八九式坦克 而苏军配备的却是当年最先进的T28型坦克 日军这边的坦克战斗全重仅有13.6吨 而苏军的T28型坦克却重达31吨 所以说无论是火力防护还是机动型 苏军坦克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在这场坦克大战中 有的苏军坦克甚至都懒得开炮 直接就将日军坦克撞翻到了 黄昏时分 日军第一坦克师团就损失了大半 第二三师团小松原只能被迫下令撤退 此次战斗由于小松原擅自出兵 违背了日本大本营的军令 如果说这场战争赢了 也许能够将功不过 可现在日军输的是一败涂地 而且被日本誉为国宝的第一坦克师团 还损失惨重溃不成军 这让小松原感到了恐慌 俗话说狗鸡还跳墙呢 几乎也让小松原想到了一个阴爪 那就是准备动用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对苏蒙联军实施一场细军战 7月13号731部队的一名军官带领22名感死队员 将22.5公斤的伤寒祸乱 鼠疫等细菌洒入到了哈拉哈河中 两天之后一名侦察日军给小松原报道 已经有1000多名士兵出现了中毒现象 只不过这些中毒的全都是日本士兵 这真是偷击不成18米 把小松原给气坏了 原来早在双方开战之前 苏联为了防范日本的生化武器部队 就已经将自己的输水管道铺到了远东地区 而朱可夫更是严令全体官兵 只准饮用管道中的水 所以731部队倒入河流的这些病毒 并没有对苏蒙联军造成什么伤亡 反观日军这边 原来害怕细菌炸一旦曝光 就会遭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 所以小松原为了防止泄密 竟然连自己的部队都没有告诉 尽管他对士兵说禁止饮用河水 可却没有明确的告知原因 所以还是有一部分士兵 因为口渴而偷喝河水 小松原怎么也没有想到 细菌战居然把自己人害惨了 最终23师团因为减员严重 不得不进入修整状态 但此时诺蒙坎之间的战役 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作战 想停下来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修整之后 不甘失败的小松原决心使出自己的绝招 那就是将关东区的炮兵连队调往前线 随即对着哈拉哈河西岸展开了两个小时的炮击 面对日军铺天盖地的武器 诸可夫这边并没有选择撤退 而是瞄准日军阵地展开了反击 刹那间正耳欲聋的呼啸声从耳边闪过 只见雨点般的瞬间砸在了日军的炮兵阵地上 仅一个小时 苏军就向日军阵地打出了三万余发 关东军的阵地变成了一片火海 这时日本关东军已经无力再反击了 双方进入到了僵持阶段 同时小松原面对东京大本营的压力 只能停止进攻转变为防守 准备打持久战 可对于苏军来说可不是这样 他们正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反攻 从8月初开始 朱可夫突然下令关闭苏军的所有无线电干扰设备 同时还命令苏军士兵驾驶几辆坦克 日夜不停地在前线开来开去 苏军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日军误以为苏军准备在诺门坎筑 护起防线打持久战 然后就在日军放松警惕的同时 朱可夫却在紧锣密鼓地排兵不甚 他利用8月中旬以来 诺门坎地区的大雾天气悄悄地把35个步兵营 20个骑兵营 还有498辆最新型的坦克一起推到了前线 准备还日军一个大礼 时间来到8月20日早上5点 苏军航空兵的150架SB轰炸机 合近100架歼机 一起飞到了哈拉哈河地区 随即对日军的高射炮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当苏军的炮火降临到日军阵地时 日军地面的部队只能狼狈逃窜 整个日军阵地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轰炸一直持续了半个月 最终在9月9日日军向苏联提出了诺门坎停战要求 9月15日日苏双方清定了停战协议 整个诺门坎战役历时4个多月 日本关通军9个连队全部葬送在了诺门坎 日军全部阵亡5万4千人以上 而战前狂妄自大的小松原羞愤难当 不得以谢罪踏上黄泉路 同时朱可夫也凭借诺门坎战一战成名 被苏联政府首批授予大将军衔 此战结束后日本再也不敢忍怒苏联 苏联得以安心将部队调往欧洲 全力应对之后德军的入侵 诺门坎之战可以说是二战早期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也是决定未来历史走向的精彩复辟 1941年6月在希特勒的指挥下 德军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苏联大片国土 上百万的苏军战死或被俘 苏联已经处于战败的边缘 而此时日本关东军已经在东北屯兵百万 如果此时日本进攻苏联 便可以牵制苏联的三十万红军 使苏联被迫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 但在苏德战争爆发几个月后 同为法西斯特盟国的日本却没有侵略苏联 反而远渡中央偷袭了美国珍珠港 发起了太平洋战争 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 那么为何日本不究竟帮助德国入侵苏联 反而要作死去挑战美国呢 1941年6月21日 世界局势从未像此刻一样令人窒息 305万德军士兵分别在从芬兰 一直到黑海的边界线上叙事待发 他们正在等待向苏联发起总攻的命令 进攻苏联是希特勒在反复权衡之后做出的决定 不过希特勒不是傻子 他想要减少战损迅速攻占苏联 因此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期 他就亲自召进了日本参考团的山下奉文 希望他可以尽快返回日本 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 而德国外长还训令驻日大使要尽一切努力 使日本参加对苏作战 可以看出希特勒一直都期望日本与他夹击苏联 当得知希特勒于6月22日正式进攻苏联后 日本外相松刚杨佑便吉利劝说日本天皇 尽快从东面进攻苏联 从欧洲考察归来的山下奉文 也在7月7日向陆军大臣 东条英机报告称德军士团的力量超过苏联士团战斗力一倍 就步兵兵力而言 德国超过苏联一倍半 就空中飞机而言 德军的优势有两至三倍 由于实施突袭 消灭苏联红军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极大 因此近日本在苏德战争结束前 就占领苏联远东地区 但到7月2日在日本天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提出了 适应形式演变的德国国策纲要 纲要表示 暂不介入苏德战争 暗中完成对苏武力准备自主的解决问题 如果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极为有利的话 就发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而根据这一决定 日本关东军奉命制定了关东军特别大演练计划 7月份日本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 此事一出给日本国内和世界的印象 似乎是日本真要进攻苏联 配合德军在西线的入侵 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关注 当然日本并未真正进攻苏联 实际上关特严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天皇为了满足日本部分人企图北境的欲望 同时也利用关特严作为掩护 可以加紧南境的演习一举两得 1941年7月受到德国大肆进攻苏联 又占领了大片领土的刺激 日本不顾美国的反对 派兵攻占了法蜀印度支那南部 动了美国早就看上了蛋糕 随即美国宣布 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 8月又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 日美关系急剧恶化 由于日美两国经过谈判没有达成一致 日本最终把矛头指向了南方 1941年10月 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 德国再次向日本提出联合作战 从东西两面挟击苏联 在西伯利亚铁路实现握手 但日军大本营统帅不回答 不管苏德战争如何演变 日方都没有放弃南进的企图 10月5日 日本预前会议决定对美国和英国发起进攻 到12月7日 日军正式向东南亚和太平洋挑起全面战争 一方面进攻马来半岛 夺取英国殖民地 一方面偷袭美国珍珠港 先发制人夺取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 此时的世界硝烟四起 西方有德国横扫欧洲进攻苏联 东方有日本侵略中国进军东南亚挑战美国 这两个法西斯轴心国的操作 直接促成了1942年1月1日 英 美 苏 中等26个国家 建立的反法西斯团盟 从此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而日本也因此走向了父王之路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德国一再请求呼吁日本死国不肯进攻苏联 日本到底出于什么原因要放弃苏联 转而进攻美国开始作死之路 首先第一点是日军陆军深陷中国战场 无力北进 日本虽然一直将苏联视为敌人 但自1937年全面侵华之后 除关东军外 日本在华兵力已有21个师团 占当时日军陆军总数的86% 到1940年 侵华日军总兵力高达166万人之多 占当时日本陆军总数的78% 如果北进苏联就要从中国战场上抽掉兵力 那么在中国占领地就有可能得而复失 这是日本高层所不允许的 第二点日本作为岛国 发展海军一直是其战略重点 海军实力强大 极其膨胀自信 连美国都不放在眼里 因此才敢于发动太平洋战争 而日本北方苏联要穿过广阔的西伯利亚地区 只能倚仗陆军 而海军的进攻方向落在南方太平洋地区 由于日本海军的强大以及发展海军作为战略重点 所以日本的南进太平洋趋势也更加明显 第三点东南亚战略资源丰富 让日军更愿意南进 苏联的战略资源主要集中在欧洲部分 远东西伯利亚既没有高加索的石油 也没有乌克兰的粮食 日军进攻苏联只能占据荒凉的西伯利亚地区 对于这片开发程度不高的土地 要想在短期内赚资源十分困难 而相比之下 东南亚已经开发的资源十分丰富 尤其是和属东印度的石油和橡胶资源 可谓是肥的流油 这也为日本南进提供了充分的利益回报 第四点北进的军事阻碍与南进的军事便利 二战时期苏联陆军配备有强大的装甲兵 炮兵还有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和苏军相比 日本陆军现代化程度不高 战斗力相对稍弱 而且由于苏联地域广袤 如果进攻到莫斯科 战线必然拉得过长 很容易重蹈当年拿破仑远征沙俄的覆辙 相对来说 东南亚地区是作为和、法、英等国的殖民地 这些国家被德国打得损失惨重 根本无力顾及这片西约的殖民地 日本攻占东南亚不会有大的军事抵抗 也更容易达成战略目标 所以与其冒险北进不如稳步难进 第五点是当年在诺门侃战役中 日军曾被苏联深深震慑 从1935年起 日本关东军不断试探苏联的军事实力 到1939年 日本与苏联、蒙古之间发生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 史称诺门侃战役 苏联方面派出的是诸可夫参战 苏联红军使用炮兵装甲兵主攻 步兵和骑兵助攻 隐蔽战备先发制人 给参战的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 这次战役给了日本深刻的教训 使得他们不敢轻视苏联 第六点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与日苏中立条约的影响 1936年9月左右 日本在诺门侃战役中败给苏联 而让日本震撼的是 德国竟然在这期间 与苏联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早在1936年 德日签订的同盟 规定两国必须交换情报 紧密合作 但随着苏德签订互不侵犯的条约 让日本有种被出卖的感觉 因此当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 日本更愿意在一旁观望 最后一点是 日本政局的频繁变换 加剧了南进的结果 日本是一个野心十足的国家 在这之前 当军方看到德国 已经占领和控制了欧洲 14个国家和地区 而日本陷入了清华战争的僵制局面时 都极为不满 强烈要求铁板人物重新组建内阁 因此日本在1939年9月到1941年10月间 内阁更跌十分频繁 直到主张南进的强硬派 东条英姬重新组阁担任首相后 日本便对侵略东南亚和太平洋加快了步伐 无论如何 日本的南进选择 只出娱乐多方面的考虑 但日本不知道的是 对美发动战争是导致它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 如果当初日本不顾一切在德军禁军莫斯科时 让苏联陷入两面作战 结局又会如何呢 首先来说 德国的压力会减轻一些 莫斯科很有可能被攻下 因为一旦日本进攻苏联 以当时关东军的实力 苏联也不可能在11月征调在远东 驻防的30万红军去增援莫斯科 更难以在12月对德军进行反攻 因而莫斯科也就有可能沦陷 其次如果日本并未进攻美国 美国在短期内不会参战 而日本放弃南进策略 把东南亚的权力让给美国吞食 便可以持续得到美国的物资支持 要知道太平洋战争前 美国是二战中一直保持中立态度 四处兜售物资大发战争横财 如果不是因为日本进攻东南亚 美国也不会停止援助日本 而且美国也希望日本 北上进攻苏联 牺牲中国 美国不参战 对苏联的援助也就更加有限 当然如果打不下苏联 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的灭亡 也有机会大大延缓 二战结束的时间可能会往后延长 到时候的世界局势将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明白 将战火烧变全球 让世界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法西斯势力是与世界发展趋势相搏离的 当黑暗中心席卷全球之时 光明的阵线必将再次普照世界